来到堂堂的周牙大堂之上 为何不向本大人行叩拜之礼 我乃永宁州莱补村 前朝崇祯十二年 副榜共生于成龙 你 莱补村的举人 于成龙 正是本人 于老爷 于老爷 实在对不起 干什么的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知道 知道还这么横顾之壮的 你当衙门是给你家开的吗 我找你们驱之州驱大人 找谁也不能这么近 既然是来找驱之州的 有丙帖吗 拿出来 丙帖 事情紧急 尚未成送 你懂不懂规矩 没丙帖谁也不能进 在下见过驱大人 刚才可是你在衙门外击鼓 我 正是 放肆 你来到堂堂的周牙大堂之上 为何不向本大人行叩拜之礼 我乃永宁州 莱补村 前朝崇祝十二年 复邦共生于成龙 你 莱补村的举人 于成龙 正是本人 于老爷 于老爷 实在对不起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驱大人 不必客气 在下 不知道于老爷为何击鼓 可是有什么冤情 陈龙今日来到周牙大堂之上 只为被卡尔齐圈战土地的 万千乡名声张正义 你说什么 卡尔齐身为永宁守备 不思百姓疾苦 不顾朝廷涌进圈地之令 反而大肆圈战 永宁各乡村民天熟地 败坏朝纲 欺凌民众 势可忍 孰不可忍 陈龙恳请徐大人出面 替永宁百姓撑腰做主 勒令卡尔齐停止恶行 并将所权之地 全部归还给原有的乡名 于 于老爷 你所言百姓疾苦 我身为地方的父母官 得当倾心尽力 不敢怠慢 只是在下区区一个 从无品的永宁之州 虽说爱民有心 但是救民无数 如何能下令 让一个正无品的永宁守备 卡尔齐大人停止圈地呢 永宁守备虽官居正无品 但其职责只在同理军务 私办兵丁两下 而作为周官 我想曲大人 理当为故隶百姓撑腰做主 更何况早在顺治四年 朝廷早已下罚过 涌进圈地之令 此刻圈地 卡尔齐自属伪敬而行 说得对 圈地之害遍及全国 大江南北无处不应丧失土地 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百姓 永宁十里八乡的土地 几乎都被卡尔齐他们圈战去了 如再继续任其圈战下去 必将家不成家 国将不国 天下名声也必将 无所惜迹 本乖永宁周周同 周内侯 在下俞成龙见过周大人 俞老爷好 周大人 你不要威严耸听 曲大人 这怎么是威严损听啊 曲大人此刻即可前往 来捕村和川口村去看看 那里的明天 安国寺的妙产 永宁书院的血田 已被卡尔齐圈战一空 莱捕村老少男女几百口子的人 为了躲避卡尔齐 都藏在安国寺不敢回家 曲大人有所不知 卡尔齐不仅全地 所到之处 见人就抓 消极为奴 容若不从当场处决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这还不算 永宁书院的刑记堂刑先生 和从川口村逃出来的名女石玉兰 此刻就被卡尔齐关在永宁书院 而我永宁从北宋开保元年 设立的永宁书院 此刻进城了卡尔齐 圈养马屁的马舅 天离难容 天离难容 周大人 徐大人 如若不及时 制止卡尔齐的恶行 永宁百姓将永无宁日 将日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徐大人 卡尔齐张狂之极 我等绝不可再继续放任不管 周大人 周大人 我们管得了 你知道 这个卡尔齐大人 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如此祸害百姓 我永宁周牙 则无旁贷 非管不可 那好 那我就告诉你们 但这个卡尔齐是什么样的背脊 这个卡尔齐 是当今义政大臣 太子太傅 曾经死心塌地 拥立顺治皇帝继位的大功臣 敖拜 敖大人的亲侄子 余老爷 这个卡尔齐 是我这个小小的执州管得了的吗 别说是我了 别说是我了 就是山西的府台大人 恐怕也得拒得三分 余老爷请留步 小官只是一个丛六品的周童 但小官执掌永宁一周两码寻谱之势 卡尔齐不顾朝廷的禁令 肆意圈战永宁的明天熟地 但小官执掌永宁一周两码寻谱之势 也无需亲自过问此事 下官身为永宁周童 去和卡尔齐理论理论 又能怎样 余老爷 我们走 去见守备大人 卡尔齐 周大人请 请 周大人 告辞 周大人 你 爷 这 你不是去找死 是给我添麻烦 既然 成龙此番 去往永宁 去找屈大人 也不知道 他们管不管咱们的事啊 管于不管 要看咱们说了 蜻蜓点水过问一下也是管 董真阁的铁面无私 也是管 也不知道屈大人 会怎么管咱们的事啊 张先生 张先生 柳先生 张先生 柳先生 成龙大哥已经走了半天了 我这心里 老是觉得不踏实 我看呢 咱们应该去永宁衙门去看看去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走 走 我跟你们一起去 好 走 玉兰姑娘 别怕 好 卡尔齐啊 是怕咱 趁他圈地的时候跑了 才把咱们绑起来的 行先生 实在抱歉 是我连累你了 傻孩子 说什么话呢 卡尔齐啊 会把咱们放了的 我去 哎呀 站住 你们三个干什么呢 我们找人 找什么人呢 找什么人 找你们这里最大的官 最大的 你们找我们最大的官 二位官爷 是这样 方才啊 他与你们说笑了 我们要找的是 从莱浦村来告状的人 来告状的已经走了 走了 呃 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 刚才才说人走了 现在你就说不知道是吧 哎 我说 你们要找的那人啊 已经走了有两个时辰了 是跟着我们衙门里的 周同 周大人一块走的 跟你们周同大人一块走的 对啊 周大人走的时候 还带了几个捕快 说是要上什么 莱浦村 哦 谢了 静阳 要出事 成龙他们 一定是去莱浦村 找卡尔齐去了 这样 我跟玉林 现在就去莱浦村 你呢 赶快回安国寺 把这个情况 跟于大伯说一声 于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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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影 怎么了 是不是成龙出事了 成龙啊 和永宁州的周同周睿和 回莱浦村 去找卡尔齐去了 那成龙怎么样了 静阳 快告诉我 成龙是不是出事了 夏人 先别着急 我再赶紧去找于大伯 别着急 成龙不是找死吗 静影 周大人 这就是永宁书院 怎么就这么两个宾丁啊 我还想卡尔齐啊 又去圈地了 干什么的 都给我站住 我们是永宁衙门里的人 这位是周同 周睿和 周大人 永宁 周 衙门的 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见你们的卡尔齐 卡大人 对不起 周大人 没有我们守备大人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靠近永宁书院 把路让开 这是周大人的命令 周大人的命令 在我们这儿不管用 推下 你给我把路让开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周同 就是你们的支周来了 也不能靠近 王相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少卑大人 安国寺妙产田丽的宣地旗 已经全都查好了 这安国寺的和尚 够老实的 居然没有下来阻止我们的 除了莱补村那帮刁民 哪个不知守卫大人您的威风 集合队伍 跟我回莱补村 驾 回莱补村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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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安 这位是永宁周同 周睿和周大人 行先生 吃苦了 周大人 送马 成龙 周大人 你们不该来 妙夫 周先生是来 帮我们找卡尔西来拼礼他 跟他这种人还有什么理可讲 卡尔西现在不在书院 我把你们送到安国寺 然后再找他拼礼不迟 成龙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不会离开书院的 行先生 请你无论如何先给我们走 周大人 您有所不知 这座书院 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老夫现在是书院的山长 我怎么可以因为个人的安危 而弃书院于不顾呢 卡尔西仗着敖拜的权势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无论如何不能留在书院 成龙啊 正因为如此 你们得赶紧走 他要是回来了 一个都走不了 带着玉兰赶紧地走 岳父 赶紧走 快点 秦龙 带着玉兰快走 岳父 周大人 您一起走 你们走 姑爷 姑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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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先生 您先委屈一下 守卑大人 下官见过守卑大人 周大人 你来干什么 下官有公务 要同守卑大人商量 我的兵是不是你下令绑的 他们拿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 阻止我来见大人 所以我就下令把他们绑了 你一个小小的周童 竟敢捆我的卫兵 撕撤我的岗哨 死放我的犯人 谁给你的权利 朝廷给的 周睿和 周睿和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 你胆子不小啊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快点 你要干什么 你是